全球的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宝慧 欢迎收看会眼看天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会先带您来了解 这一周的国际焦点 为了突破脱欧的僵局 英国即将在下个月12号 举行国会大选 首相强森更且承诺 在耶旦节之前 将脱欧的协议 再提交国会表决 以准时在明年1月底之前 完成脱欧的程序 而脱欧前景看好 也带动了英镑大涨 华尔街更是预期 英镑会持续的走扬 成为明年表现最为强势的货币 今天的国际前线 我们就会带您来深度讨论 也特别邀请到了 淡江大学财经系的聂建中教授 来为我们做剖析 而首先一开始 带您来一起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事 火鸡是美国感恩节大餐 绝对不能够缺席的佳肴 为了要展现感恩节的深刻意涵 美国历任总统都会有着特赦火鸡的传统 而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美国总统川普也依照了传统赦免的两只火鸡 而川普在仪式当中 还拿了自己遭到了弹劾 开玩笑表示 火鸡也已经收到了传票 在星期四感恩节的当天要出现在联邦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家的地下室 打算民主党把他当成了带宰的火鸡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前夕 美国总统川普依照传统在白宫玫瑰园赦免火鸡 今年获得赦免的两只火鸡 奶油和面包 他们逃过了进烤炉被人吃下毒的命运 将前往维吉尼亚州度过接下来的人生 而川普当然没有错过 在仪式当中行之有年的冷笑话桥段 表示自己要是不运用总统职权 这两只火鸡很可能早已遭到 民主党弹劾 影射民主党把他当成带宰火鸡 由川普亲自牵着柯南 在镜头前亮相堪称史无前例 纽约第五大道的白货橱窗秀 绚烂夺目 感恩节的来临 也算是为接下来的耶诞假期揭开序幕 美国各处都洋溢着过节气氛 除此之外 让民众非常期待的 还有年终购物季 新测评论也表示 人们预计要花得更多 今年有4%多 比最近一年 甚至半分 53%还预计要做最多的商购物 在实购物中的市场上 每年在感恩节之后 到耶诞节之前 是美国最重要的传统购物季 有分析指出 今年因为美国职业率较低 股市表现强劲 消费者比较敢花钱 因此预测 今年的年终购物季 销售额很可能会创下 破兆美元的历史记录 不过由于今年的感恩节比较晚 因此整个购物季 相较去年 整整少了6天 而这也意味着 业者只剩下更少的时间 可以拼业绩 让零售商倍感压力 只好让折扣站提前开打 但不少消费者 老早就已经开始采买 一路炒旺买气 记者综合报导 继美国联邦参众两院 针对香港问题 快速通过了相关法案之后 如今又有了全新的进展 白宫在27号 以书面的方式宣布 美国总统川普 正式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谈判 进入关键时刻之际 正在佛州欢度感恩节 假期的川普总统 不仅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同时也签署了另外一项 禁止美国向香港警方 出口人群控制的武器工具 像是如催泪瓦斯 胡椒喷雾等等的法案 期盼香港问题 可以尽快和平解决 不过各级都纷纷在预测 这项决定恐怕又会加深 美中的紧张关系 让美中贸易协议再添变数 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会 本周进行到了第五轮 因为刚好和众议院针对通污门 召开的调查听证会撞起 因此十位参选人在辩论会上 全部将炮口指向了美国总统川普 不过除了弹劾案这场辩论 另外一个焦点是后起之秀 其中37岁的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市长 之前是默默无闻 但是自从宣布参选之后 他在爱荷华州的初选民调领先群雄 另外台裔的参选人杨安泽 虽然他是一位政治素人 但是他是却靠着科技背景 以及务实的作风 人气不断的攀升 美国民主党十位总统参选人 第五次电视辩论 在亚特兰大市举行 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 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动的弹劾调查 成为辩论会上的主要议题 我最后三个月的议题 第一 总统不想我参选 我们有一个总统 不仅仅是患者 参选人矛头一致指向美国总统川普 也同声一气支持 针对川普的弹劾调查 但除了通污门事件 民主党参选人 这次还大打环保牌 伊万富豪 唐姆斯泰尔表示 自己是最注重气候变迁的参选人 未来当选将以总统的权利 在办公室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而前副总统拜登则认为 气候变迁是世界最大的生存威胁 并表示如果当选将带领美国 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经济 我们也谈谈谈谈 而辩论会上另一个焦点 就是民主党的政治新星 37岁的印第亚纳州南本德市长 之前默默无名 但自从1月宣布加入初选后 人气不断攀升 但他的从政经验不足是他的痛点 因此在辩论会上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另外身为首位台裔参选人的杨安泽 在辩论会上的表现也博得满堂彩 被问到如果当选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丁说什么 杨安泽的回答不仅攻击到对手川普 同时更展现自己幽默的一面 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根据民主党初选民调显示 前副总统拜登和参议员华伦桑德斯 呈现三组鼎立态势 但他们的表现一直不是很突出 因此领先幅度也不大 再加上民主党内还有另外一位对手 也就是比川普还要有钱的前纽约市长彭博 正式宣布参选总统 随着距离爱荷华州首场初选投票仅剩11周 如今亿万富翁彭博也跳出来 也让原本就战况激烈的美国2020总统大选 再添更多话题 记者综合报导 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刚刚落幕 而根据港媒初步的统计 非建制派在所有民选452期次当中 总共是拿下了388席 其中又是以泛民派为绝大多数 而建制派这次仅仅拿下了59席 除了泛民主派取得压倒性的席次 改写了政治版图 这一次香港区议会的选举 投票率还超过了71% 这也创下了香港历来选举 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在香港反修例争议延烧五个多月之际 香港在24号迎来了区议会选举 局势的动荡也间接影响选举结果 造成建制派部分重量级人物落败 这次只拿下59席 而非建制派在所有民选的452席次当中 拿下了388席 其中又以泛民主派占绝大多数 取得压倒性席次改写香港政治版图 我觉得选举结果当然开心 但是其实对香港来讲 我自己觉得对下年的立法会 选举都不是很明朗 但是区议会现在赢了 我其实都算帮到香港赢了第一步 对前途暂时都还可以 这一次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投票率超过了71% 也创下香港回归以来 选举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为香港选举史写下新业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钟建华点出关键因素 积极的公民参与度反映香港现况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在26号早上 接受媒体访问对于投票结果发表谈话 我们也会认为大量的选举 选举投票率 可能不是只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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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政策 laughs and in the future 呼吁李大留守者 尽快和平安全离开 选举过后香港局势会怎么走 一切尚未明朗 不过民主派人世 在选战获胜的同时 就特别来到李大 与留守示威者对话 当前香港面临的 根本不是所谓的人权民主问题 而是尽快止暴自乱恢复秩序 維護法治的問題 大陸官方對香港區選結果未多做回應 但泛民派的逆襲 勢必會衝擊香港現有的政治生態 對2022年香港特首選舉造成不小影響 記者綜合報導 因為天災影響到了收成 印度洋蔥的價格 幾個月以來節節的攀升 9月底印度政府更是頒布了洋蔥出口禁令 抑制價格失控 但是印度身為世界最大的洋蔥出口國 這項禁令也直接影響到了南亞多個國家 像是尼泊爾 孟加拉等地 不少的民眾如今只能夠旺蔥新嘆 英國路透社就指出 這簡直就像是南亞的一場廚房噩夢 因為不論是印度人 愛喝的酸豆湯 還是巴基斯坦的咖哩雞 或者是孟加拉的香飯 通通都是少不了洋蔥 如今民眾無蔥可用 苦不堪言 各式新香料灑入一大把洋蔥拌炒 再加上蔬菜燉煮 不只印度國民美食酸豆湯 南亞各國的家常菜要端上桌 幾乎通通少不了洋蔥 不過最近幾個月 當地民眾想吃上一口洋蔥 都得開始精打細算 從今年8月開始 都不想適合它 為意志價格翻漲 印度政府9月底頒布洋蔥出口禁令 並發下豪語表示 沒有一顆洋蔥能夠離開印度 但沒想到這項禁令 引來國內農民強烈反彈 還讓鄰近國家鬧起洋蔥荒 孟加拉總理帶頭開始借起洋蔥 因為自印度停止洋蔥出口 尼泊爾 孟加拉等地洋蔥荒 拉起警報 當地洋蔥價格逐漸失控 宛如市場裡的黃金 民眾瘋狂搶成一團 就像排上十多個小時的隊 也在所不惜 印度是全世界最大洋蔥生產和出口國 印度現任總理莫迪 2018年競選連任當時 就主打出 確保洋蔥生產的競選政見 高產價格又低廉的洋蔥 不僅是印度料理不可或缺的食材 更是印度不少貧窮人口主要蔬食來源 洋蔥在印度也因此被封為 極度敏感的政治作物之一 因為隨著價格崩跌 都有可能引發民怨 間接影響大選 賀劣天氣造成洋蔥價格上漲 洋蔥危機機會 幾乎年年都在印度上演 如今更成了當地一項常態惡性循環 有專家指出 限制洋蔥的出口 多年來其實成效並不張 根本治標不治本 這次會繼續 專家說這個系列要斷 那時候他們指出 政府可能要建立新的家庭 控制的供應 那時候有足夠的供應 有專家因此建議 政府應該提出 更貼近民生需求的規劃 讓印度全國各地 能取得更多元的經濟作物 以及蔬菜 而非一直讓洋蔥左右大局 但要讓在當地人的飯桌上 已經獨挑大樑 幾世紀的洋蔥 暫時退居二線 恐怕也會失調漫漫長路 記者綜合報導 吃海鮮有魚有蝦 都只能夠算是正常 但是看到龍蝦端上桌 很多人都會眼睛一亮 覺得整頓飯吃下來 真的是高級許多 但是你知道嗎 在16世紀的時候 龍蝦因為可以輕易被捕獲 不僅被稱為是海蟑螂 更被當成是窮人的食物 直到了19世紀 龍蝦體內的蝦紅素 被發現的功用 才重新回到餐桌上 進而成為海鮮大王 新鮮飽滿又富含抗氧化 的蝦紅素 海鮮霸主龍蝦 絕對是海鮮迷 最喜歡的佳肴之一 但你知道嗎 以前的龍蝦 其實不如現在 那麼的高價珍貴 老蝦是以為 美味的餐廳 但他們當時 都被稱為海鮮蝦 甚至供侵犯人 早在幾個世紀以前 人們就已經會吃龍蝦 但當時在美國海岸邊 就可以捕撈到大量的龍蝦 因為數量多 反而變成低價海鮮 龍蝦不僅被稱為海蟑螂 還直接送進監獄 當成囚犯的伙食 誰也沒想到 演變到現在 龍蝦反而成了海鮮的高級食材 Native Americans used Lobsters as fishing bait and crop fertilizer During the 1600s American Lobsters were dirt cheap because they were so plentiful 龍蝦被當成 窮人蛋白質的主要補充來源 直到因為發明了罐頭 還有鐵路大罐通後 龍蝦才成為眾人喜愛的美食 Lobsters started to be served on train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passengers soon became fans of the exotic seeming dish For a better taste chefs began cooking lobster alive which they still do today 而在二戰期間 幾乎所有的食物 都需要按照配給制 但是龍蝦卻不備受限制 它的美味也因此被發現 直到現在 它的價格還是居高不下 不僅因為產量減少 也因為一般龍蝦 都需要活體料理才好吃 運送的過程也變得非常困難 Successfully catching lobster is no easy task They're caught using traps which have to all be baited and dropped to the ocean floor Even if the traps are full when the lobster men return they might have to throw a lot back due to regulations The crustaceans are put back if they're too big, too small or if they're female lobster carrying eggs 不僅捕捉龍蝦不簡單 活體運送更是麻煩 運送上岸後 要先篩選未受傷的龍蝦 包裝的時候 還得保持濕度 防止他們脫水 溫度也非常重要 要讓龍蝦 處於休眠狀態 降低死亡率 難捕捞 難運送 提高了龍蝦的價格 看畫面上 在麵包中夾乳滿滿的龍蝦肉 想吃的話 你的荷包也得要夠深 當你捕捉龍蝦肉 很低 所以你可以買一磅半 龍蝦肉 我認為這就是 一磅半的龍蝦肉 可能只有四瓶 龍蝦的價格不固定 會因為季節而有所波動 一磅大概是台幣 兩百塊到三百元不等 所以市面上賣的龍蝦寶 價格都不會太便宜 龍蝦養殖不容易 要等大概七年 才會長到適合捕捞的尺寸 在幾個世紀前 是不想再吃 但現在卻是要吃 還得花大錢 供不應求 更加深了海鮮霸主 龍蝦的吸引力 記者綜合報導 好的 今天的英文關鍵字單元 帶您來看到的是 美國總統川普遭到了眾議院 啟動了彈劾調查 整個事件發展是越演越烈 日前美國聯邦法官就下令 前白宮的法律顧問 麥干要必須出席聽證會 為彈劾案來做見證 而各國的媒體當中 標題都出現了這個字 Consol 這個單字Consol 的意思就是法律顧問 辯護人的意思 這是根據CNN的報導說 美國聯邦法官表示 前白宮法律顧問 必須要出席國會來作證 這是因為即便是美國總統 也是不享有絕對的豁免權 更何況只是總統高級幕僚呢 強調不論是總統本人 或者是幕僚都不能夠 從國會的強制程序中開脫 而現在外媒就分析說 在眾議院發起了彈劾調查之際 這個裁決可能會加劇 川普總統的政治危機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 關鍵詞單元 接下來帶你一起來關心 大陸趨勢消息 大陸趨勢 截屁 截屁 截屁